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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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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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很多艺术上的享受 那一次 总之给我印象就特别深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还深深的记着 就是说整台演出都结束了 其实我给我自己打分的时候 就是心里肯定会衡量我今天这一场演出 在悉尼歌剧院这样顶级的艺术殿堂 这样的舞台上 我当时给自己打分 就是说当时就想了 我说不太合格 也就60多分 所以我最后给大家深深的鞠了一拱 我当时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默默的在跟大家讲 如果今天我有唱的不好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海涵 就这个意思 我没有想到 我不知道观众理不理解我的心情 在场几千观众 但是我就这样深深的一拱 没有想到很多的观众都涌向我 包括外国观众 然后挤不上来的就在座位上 一直给我拍掌鼓掌 深情的在那看 然后上来的能够引到台前的 就这样的 让我拿着我的宣传单 还有他的票根 让我给他们签字 所以当时在悉尼歌剧院 然后工作人员讲说 这是一个非常文明的舞台 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都不会发生 大家都会拍掌 挤力 然后紧门有趣 就是很礼貌的那种观看 所以给我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这样的待遇 所以就这样的一种理解也好 是一种欢迎也好 热情也好 就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中 这就是我在大洋彼岸的 悉尼歌剧院的 我最深切的一种体会 看来在悉尼的演出 真的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带并演出 对自己仅仅打了60分 觉得不是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观众了 带着几分歉意 但是观众还是毁语了你这种热情的掌声 在日本演出 因为它跟我们一一带水 离得太近 而且他们对传统艺术的重视 也非常深刻 而且在日本 我上次去了日本很多的这种戏剧舞台上的作品 其实都是中国的作品 很多白雪许仙 他们经常搬上舞台 然后王昭君 杨贵妃 甚至我上次去做演唱会的时候 日本一位国宝级的艺术家 叫板东玉三郎先生 也在日本的舞台把中国的牡丹亭搬到日本的舞台 对 包括他们现在的国服和服 它的样式 包括一些化妆 都是我们过去唐代的一些中国的传统的一些文化 一直到日本去了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提起在日本的演唱会 比较深刻的 比如说日本国宝级的这种歌舞级大师板东玉三郎先生 他第一天就去到现场 然后像老人一样给我的一种关怀 也特别令我难忘 然后因为毕竟我们中国和日 我深刻的记者就是说 板东玉先生一直来中国很多次 他都一直在希望说中国的京剧也好 戏剧也好 能够多培养男淡的这样的演员 甚至他自己也不遗余力的做这方面的事情 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在日本也翻唱了我们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偶像周杰伦的一首歌 菊花台 当时我当时是用女生来诠释或者翻唱他这首歌 然后非常漂亮的黄色的大裙子铺满了日本的舞台 铺满了东京的艺术剧院 后来下来的时候很多日本的在日本的 因为还有很多的都是专业的过来看我演出 他们会问我 他说的 就是铺着满台黄花的那首歌 他们以为是我的歌 以后能不能把这首歌传给我们 我们也很喜欢听这首歌 他们还喜欢听我的新贵妃醉酒 所以菊花台和新贵妃醉酒在日本 可以说我不知道周杰伦把这首歌在日本推广的怎么样 但是最起码我尽力了 对 也得到了这种 虽然今天舞台上我们没有满地的美丽的黄色的菊花 只有我一个美丽的黄色的菊花 能不能给我们清唱这么两句 菊花残满地上 一朵笑容一泛黄 花落人断肠 我细细轻轻躺 黑风乱也美扬 一字一字剪不断 不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 我觉得跟周杰伦版的菊花台相比 可能李玉刚所演绎的菊花台 更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和魅力 大家说是不是 非常好听 非常好听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金剧 淡绝又是反串 毕竟是我们中国的国粹一种表演形式 我不知道你到国外这么多的国家去演出 外国的朋友他们能够理解吗 看得懂吗 或者说对于你这种表演形式 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 其实相对来讲 我在外国演出还比较顺畅 他们只看你舞台呈现的那一刹那 你想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我也会思量我 就是说考虑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样人 在国外的舞台 你想巴黎还有德国 还有意大利的舞台上去演出 能够得到大家的欢迎吗 没有想到一上舞台的时候 当我把所有的演出 就是说我第一个是舞蹈 载歌载舞之后 我用自己的声音跟大家一起打招呼 大家好 就会有热情非常热情的那种包容的也好 或者说是一种惊诧的这种掌声就会给我 他是从演员身上或者说从我的身上 突然之间看到了一个久伟来的东方技术 他们以前看都是从影片里看 比如说看张艺谋的那些古装大片 比如说像英雄 石面埋伏 当在剧场里出现的时候 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一个人 在扮演一个古典美女的形象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 这可能就是非常神秘的东方艺术 他们完全是这种感觉 这样 有没有那样的观众 在舞台上看你的这种形象 声音是一个非常恶诺多姿的 那种美丽的这种淡觉的形象 然后突然你引你的真面貌 或者你的声音来试人的时候 他们会感到原来还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 觉得特别惊讶 基本上都会是这样 基本上都会是这样 比如说你见到过什么特别极端的例子吗 还记得吗 我是原来演出的时候这样 也会经常这样的 感觉就是这种反差比较大 可能我一开始出场了 大家认为我还就是一个古典女子在这里跳 当我一说话的时候 一般球下都会 就原来的舞台喝酒的就停在半空 鼓掌的也停到半空 总之就是肯定会有三秒钟的静止 静止 然后才会有反应 要不是就是男的和女的在那去 这样的小声的在那里讲 总之是挺有意思的 可能有些外国朋友本来以为是看的是一位女性的演员的表演 但是可能 但是事后一了解 原来是一位男生在表演 像前一段文化部的这样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演出 包括文化部部长也去检验我的演出的时候 当领导站在我旁边跟我照相的时候 你知道吗 因为我并不是我在中国歌剧舞剧院 因为我们剧院里又非常资深的 所以在排队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也不是站在最中间 我本能的就会非常谦虚的 无论你火和不火 非常谦虚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刺激 但没有想到领导会走到我旁边站在旁边 我那个时刻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 我的眼泪刷下就想流下来 就是一种 不用真的不用什么褒奖 也不用给什么奖状 只是这样的一个举动 就已经足以鼓励我一生中 为这种文化去奋斗的一种感觉 说的太好了 可能大家要鼓掌吗 可以给大家赏小多时间 谢谢 可能开始你落幕的这种掌声 最初是献给你舞台上角色的 是你的表演 但是事后当你表白了你的心声 你的本身面部来是人的时候 可能再次掌声响起的时候 是送给你本人的 就像刚才那位喜欢你的观众 就是生活中的驴刚和舞台上的驴刚 可能同样优秀 同样让人非常的喜欢 是不是 谢谢 谢谢大姐 好 你看他传到 国内国外跑了很多的地方 可能国内从南到北也都几乎跑遍了 是不是 我那天趋势算了一下 从我出到现在 我估计情况我在中国一百个城市生活过 生活过 并不是去过或停留 生活过 对 这种生活就是我背着行囊 我到这个地方 我可能要住下 我要找我自己的工作什么的 我那天趋势算太多的地方 有的地方小到大家都不会知道他的姓名 张家沟 李家腿的人 天哪 也许在地图上我们可能都查不到 是吗 有的地方非常的小 天哪 也是踏遍万水千山的一个人 所以你提到南北 我对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说你的这种生活阅历也是非常的丰富 能够帮助你在舞台上塑造这种角色的演出 对 但是我想问的是 你看你虽然走遍了那么多城市去演出 接下来还有没有 就是你没有去过的 或者说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到哪去演出 没有去过的 特别想去的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问我中国走南传北这么多城市 你知道说我走南传北 走了中国这么多城市 我对我们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吗 大家想知道吗 什么感情 非常简单 就是大 真大 走也走不过 真实在的一个人 当然960万平方公里 当然很大 但是你刚才又提我说 你只是除了在中国的这样表演 希望能够还在哪个地方是对我吸引力最大的 对 就是还想去什么地方 没去过 海峡对岸的台湾 非常喜欢那里了 我的粉丝都知道我非常 我偶像中有一位就是台湾籍的 你做过他的节目 但是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是谁 这个歌手已经不在了 歌手不在了 已经离开我们了 是一位女歌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大家知道吗 对 非常优秀的一位歌手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 很想去台湾演出是吗 很想去 很想去台湾演出 然后去看看邓丽君的幕也好 或者去耳濡目染 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 比如说我还有一个 我非常喜欢一位 一位诗人 于光中 好 其实说到这儿 我要跟大家说 虽然李渔刚刚才自己讲 他变了万水千山 但是从来还没有去宝岛台湾演出过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对宝岛的这份感情 已经是由来已久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刚才在录制节目之前 他的助手悄悄给了我一样东西 来 我不知道你自己还记不记得 是一个小本子 那我记着 是吧 看起来非常的破旧 你看 这还画的画 应该是一个美女的眼睛 是不是 这里面可能是李刚随时记录的一些 还有服装的这个造型 上面写的是2004年 记事本 那助手告诉我 在这个本子里 其实记录了你对台湾的一段新生 对 究竟是怎么回事 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小本子一拿出来 我太有感情了 因为我一般都是大本子 这种对上卡通的 对啊 几乎就这 自己可能都忘记了吧 哎呀 我好好 这里面怎么会和台湾有关系呢 肯定是有啊 是吗 对 我找着 来让我们重拾一下 2004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看这个 这个当时我是最无聊的时候 感觉学习最郁闷的时候 跟同寝室的人玩扑克 玩扑克 记得这个分是吗 记得分 最 最后我赢了 是多少 120分 看来这个小本子里有很多李宇刚生活中的小秘密 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这个是记录了一个贵妃最久的这样的一个曲谱 一个曲谱 最麻烦的一个曲谱 你最后呢 这个是什么 找到了吗 最后怎么呢 就是刚才那幅画 一个美女的眼睛 这个是你为自己就是当初设计的 这是你认为最美丽的舞台上美女的眼睛 我在勾勒自己的眼睛和眉毛 是这样的 漂亮吗 大家觉得漂亮吗 是你自己画的吗 对 好漂亮 来 给我们讲讲 终于找到了那个台湾的故事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 是什么 我念一遍 行不行 好啊 是你自己写的一段随笔好像 这里都是我自己写 我们来听一听 除了这个记录的扑克牌赢了之外 曲谱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念一下 有朝一日 我要到台湾去 去看看邓立军 去看看余光中老人 对 就去看他 带着我的乡愁去看他 去体会他的乡愁 然后当时我就把乡愁的这首诗 其实乡愁我应该能背下来 对 我应该不用照稿念 好啊 没关系 先看一下 偶了 偶了 好 乡愁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优票 我在这头 哎呀 重新来 对 没关系 没关系 紧张了 我在这头 好了 重新来 乡愁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优票 我在这头 你在那头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我在这头 亲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般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真的是很不简单 灯正一下 我的确刚才的感觉是对的 错误一点点 第一句是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优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刚才我念的是 我在这头 你在那头 真的是非常的精益求精 舞台上歌词不能唱错 连诗词也都依次不落的 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 因为它太重要了 你知道这个梦想 其实我已经圆了一半了 在去年的中秋节的时候 我是在故宫 还是 就是北京的一个大殿 旁边 在太庙 在太庙 我远远的看到余光中老人了 因为我演完初已经下来 他在一个贵宾席里坐着 只是远远的看到 一个这样的一位老人 所以我感觉 我的心愿刚刚完成了一半 时隔这么多年 当年记在小本上的这首诗 只是瞄了一眼 就欧了 然后还能够非常深情的 给大家朗诵出来 可见在你的心目当中 保导台湾对你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也希望你早一天能够踏上那一片土地 把你的歌声 你的表演送给我们的台湾朋友 我一定会的 其实刚才我也说到 你的一首作品叫做天池 对 就是为什么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联想到台湾 好像你说天池的样子 那种景色 非常像台湾的一个地方 是吗 日月坛 因为我是生在吉林 天池是我们吉林的这样的一首歌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传送他 而且还有一个梦想 尽管我和天池近在吃吃 我没有去过 就跟保导台湾的日月坛一样 我都没有去过 所以我对他们是 都有着无比的眷恋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 不但能够去到天池 也希望能够把这一首歌 在日月坛边畅想 好不好 今天在现场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这首天池 因为我知道你的好朋友 你刚才提到了 就是一直想和他搭档的 那个石头 对 他也来了 那今天可以在现场 为我们大家合唱这首天池 好吗 好 来 大家掌声 今天这个石头 可以接下来一会儿 会和你合唱这首歌 不过我知道你们也是 非常要好的朋友 对 好朋友 大家也认识他吧 是吧 我们上过我们这张电视台 星光大道 而且还获奖了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你这位朋友 石头是 跟我也比较有缘 我们认识 98年认识 十多年 然后我是 我是星光大道 06年的年度季军 对 他是10年的年度季军 所以他得季军之后 他说 我再努努力 就得冠军了 我说不要气馁 我说咱们一般一般 全国第三就行了 全国第三 我觉得两位 真的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你看连这个 着装的风格和这个 这眼镜是一块买的吗 没有 因为 因为 独头的老婆是属于这种 特别爱给他捣撤那种 所以 捣撤是什么意思 就是爱给他打扮 所以 现在 石头老婆又有一个任务 因为我工作特别忙 我说把我也算上 就顺便把你也捣撤了 难怪风格这么相继 看来两位真的是非常的默契 好 那接下来舞台就交给二位 为我们带来这首 天池 好 不过不许 离至天上 你也不会 一尘果然 不过不许 千吹百年 你也没有不朽容颜 欲穿越千万年 不朽点 离间 看日月 心欲穿 不变的是桑田 天池 天池 天的爱 毕竟是 耐心间 神仓 不梦 春炎 夜 就把天 全天最了解 Zither Harp 无休天理间 他只愿心一战 不变的是桑田 一切鸡翠天上来 已经是人在最尽 山河湖梦水灭烟 就把天去做摇开 天去鸡翠天上来 花里了是落人间 心求如醉的荣言 经过青春青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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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去鸡翠天 真的是株莲碧盒 不过我知道你这位朋友 还有一个特长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在座的都知道 地球人都知道 都知道石头有这个能力 对 那怎么样 把你这个绝技给我们大家展示 也可以 都可以模仿谁 自己先选一个最拿手的 石头 你有想法 我没想法 你来 或者你这个好朋友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总是那个 为难为难他也可以 出其不意的 你就随手拈来 你不是很牛的吗 你 哈哈哈哈 喜若猜 梦就猜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 人生好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刘欢 刘欢 除了体型不像 剩下的都像 是吧 大家把眼睛闭上 不就是刘欢来了吗 好 来 来 我来一个不好猜的 好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干了这杯酒 忘掉那天涯 不离的仇 一醉到天尽头 行了 我觉得憋得也挺难受的了 不用再憋着了 刚才早就有人说 田振 是不是啊 真棒啊 他曾经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他能够模仿 一百多位台湾歌星唱歌 对不起今儿我们时间有限 咱不就来前十位吧 不是 我对他这个表示质疑 我也觉得质疑 那就让他 下次给你做一个专场 可以吗 全会 全会啊 那你 我们考验考验 挑几个吧 挑几个吧 嗯 周杰伦啊 对我们限点 说周杰伦 周杰伦 好 周杰伦 我搜紧 我搜紧 未开枪 将离着 你身份很深 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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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遇 做梦 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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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章语 第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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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林志炫 抓不住爱情的我 早就成了爱情的苦 好 第七个还可以吗 七七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期望 好 来来来 再给你写第八个 第八个换 换 我答应 我答应 或许明日太阳熄下 全鸟已归时 我天哪 你家已经踏上旧事的贵途 还有吗 这难不倒 第九个还可以吗 对 中华现在是台湾 是 谢谢 谢谢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 从前的钞票一天比一天难转 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 我也许应该被名叫周转 天哪 我觉得他说一百个没准还真靠谱 你看这才两三分钟的时间 十个 我们刚才已经数了 是吧 已经十个 而且每一个我觉得都非常像 我个人非常像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 你把他们所有人的歌录一个合集 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出CD了 就听你一个人的就行了 我去找乐视察 他们都该投诉你了 好